2500多年前,佛陀在灵山会上碾花适中 唯独家设尊者破颜微笑 这开启了佛教无上心法的法脉传承 保护可解态 今天就为法国山第二任方丈的国东法式 虽然不一定是法谷山生团里面最优秀的人才 但我相信是非常恰当的人选 2006年9月2日 在众所瞩目之下 法谷山创办人圣言师傅 正式将第二任方丈十位交付给果东法师 开创了中华禅法谷宗的历史新业 由于果东法师出家前 即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多所探索 直到参加圣言师傅所主持的禅期 听到师傅的开示 才真正找到生命的着力点 因为当时师傅在开示这计划 伯地心最主要是利益他人的心 成就奉献自己 所以因为我残疾打完 一个礼拜 出家练脱出血 那时候看我那时候年纪已经三十七八岁了 你不要再想着说要到哪里去练书 或者生团就够你学了 那我在要剃路之前 一个月担任师傅的师长帮师傅开车 一年三个月 那在帮师傅开车的时候 也跟师傅出门 师傅有时候在组织会议 或是在跟人家互动 或是在关怀 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了蛮多的 看师傅的应对进退 那就师傅随时关心大众 然后就进行受先生命的这个精神 也许是累世善根具足和因缘成熟 果冬法师自此发愿 效法圣言师傅弘法立生的精神 将生命奉献给三宝及众生 果冬法师自1993年 在圣言师傅座下出家以来 及身或师傅一众 除当过师傅的侍者之外 更担任过法谷山助念团 及护法总会辅导师 关怀院兼院 僧团南中部复读间等职务 也是圣言法师 与2005年传法的法子之一 僧团不以任务 就只有学习承担 不敢有任何起心动念 而就是念的关于谷杀 事物 法物非常多 但是我必须去调整 就是反而我不会把它当成很大的压力 适度的压力 如果你把它转化为助力 是来帮助你成长 怎么样子成如师傅所讲的 眼光 深远 那这样子的话 柴南龙 千秋万世 这样子的一个契机 十多年来 秉持圣言师傅推动的 以心灵环保为主轴的四大环保理念 古东法师就任方丈和尚一年多以来 由于深刻体认圣言师傅的悲愿 弘法力生的工作刻不容缓 因此从不间断弘扬佛法的脚步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开光 无非就是在提醒我们 众生原本跟佛一样有的佛性 原本都有慈悲的光 慈悲的光 是因为被无名烦恼遮盖住 由于法谷山的信众遍及世界各地 果东法师曾多次代表僧团 及创办人圣言师傅寻回海内外 弘扬佛法 关怀各地信众 虽然法务繁忙 而且任重道运 但是他始终抱持感恩的心 深深体会圣言师傅所说的 利人便是利己 在弘扬佛法的同时 自己才是最大的受益者 因此即使再忙碌 也是忙得快乐 累得欢喜 感谢喜气 我们心心相容 所以我也跟大家常常在讲说 不要拿我来跟师傅来做比较 因为我自己能力有限 但是我的学习师傅 每月一点一点去做 荒山的话事实上是一个 负责行政的中心 需要大家共同地来成就 对外做关怀接引 对内的话 自己要以身作者 在接受师傅的指导方法里面 是团体不至于堕落不化 还能继续地前进 而且充满着新的气象 新的极面 就如同世尊与家者尊者的 以心引心 佛法的法脉得以相传两千多年 果冬法师在就任方丈和尚典礼时 也宣誓 我果冬 是愿传承实践 圣言师傅 创办法骨山的理念 精神 方针 和方法为依规 奉献自己 成就大众 以言系弘扬 汉传禅佛教 永住一世为任务 而这正是第二任方丈和尚 果冬法师 带领法骨山僧俗寺中 秉持圣言师傅的理念 继续建设人间净土 迈向未来的目标与直至 冬离法骨山的身受失踪 应该把新人放胀 当作法骨山这个团体 忠心支柱 共同来信赖它 扩持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